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还记得要有风情一些 所以扭的九条狐狸尾巴如采霞流转 东华觉得小狐狸甚是有趣 自他常年 引诱他的女人无数可疑只狐狸摆出这样的姿态来招惹他还是第一次 他竟然也不反感也没把他丢出去 他倒是想看看这只小狐狸想干什么 凤九自顾走到他的肠前纵身一跃跳了上去 倒不是他想趴在东华的身上 只因他此时的身体虚弱后腿被东华挡了一下 等他一个转身 他就四脚八叉地趴在了东华的身上 温软的胸腾熟悉的气息 凤九假意晕了过去 东华半晌也无动静 凤九琢磨住难道这就把东华拿下了 他来洪荒之前和帝君打赌 撤 半月内就叫东华喜欢他 还打去要跟小东华吃紫薯饼 帝君应了赌约说 你要是能叫小东华跟你吃了紫薯饼 我就赔你一万次紫薯饼 虽然这赌约怎么算都像是自己赔了 小狐狸趴在东华身上的那一瞬 他的心也起伏了一下 七万年除了和少晚打架时 他能近身一些 其他的人或午休想走近他半步 平日有磁的心时 他也会救一两只灵物 可今日是怎么了 他救了他 给他喝了自己的血 还带他回家了 还叫他趴在自己身上 东华迷茫地一瞬间 小狐狸抬起了头 他圆润的大眼睛望住他 眼神深情缠绵 他脑海里舒然间 跳出一张少女朦胧美丽的脸 一个愣张小狐狸的嘴巴 已经近到眼前 东华的心疼地跳了一下 伸手拎起他 小狐狸眼里瞬间 铺满了一层雾气 东华看住 终是没有狠心把他丢下去 随手捞起地上的被子 都头罩在他身上 冷声道 只准在这上面躺一日 一声欢快的狐狸叫喊 破竹屋的顶上 又飞下几片雪花 东华迷糊间想起少晚的话 莫不是你想女人了 她是母狐狸 凤九是怕冷的 这一间竹屋四处漏风 夜里多次向东华伸鞭铐 早上醒的时候 他已经成功地抱住东华了 虽然是他的后辈 他也很开心 必定 想接近东华的人都非死即伤 东华未醒 凤九用小爪子顺顺他的银法 悄悄地跳下床 他想出去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就在他推开门的瞬间一道力量把他拖了回去 东华谋色忧深地看住他说 我救了你 能还没抱就想好 你得留下来报恩 凤九开心地乌熬道 我要一声报恩 可惜他听不懂 敞开的房门吹进一阵凉风 他打了一个喷嚏 东华看出他是冷 下地生火 凤九看住火堂里的黑炭 抬了一下脑袋 自己会写字啊 他霸了出一块黑木炭 扯住东华的衣袖写道 东华 东华看住小狐狸四肢 手脚并用地在地上歪歪地写出 他的名字时还是很惊喜的 他就踏实探过他的脉 他没有先例也不像要修成正果的样子 正诧异 小狐狸嘴里叼住木炭写下的话有如惊雷 地上歪歪扭扭地写住 我是你夫人 未来的夫人 我叫小白 我们还有女儿来 惊雷虽是惊雷却批不到东华 他看中那一行字 戏却地道 不过才和我躺了一日就是我夫人了 又蹲下身子 好笑地看住他说 我还跟你生了狐狸 那你说说是怎么生的 寸事 凤九虽是一只狐狸也觉得自己脸红了 怎么生的 这不得问你吗 凤九还想再写字 东华随手画出一串铃铛系在他的脚上 冷冷地打去他 千万别等到老得爬不动了才修成人身 我可不想娶一只掉牙的老狐狸 又看住他脚上的精灵道 这算是聘礼 其实 他怕少晚来偷狐狸 这铃铛只要有外人触碰 不管他在哪里都会听到声音 凤九却觉得自己在洪荒很有前途 东华还没看过他的爵士美颜就下聘礼了 开心地跟住他出了竹屋 室外 阳光明媚 远山尽数都是银庄素果 凤九围住竹屋跑了一圈才发现 目击之处只有东华这一间竹屋 他分辨不出这里是南荒的哪个位置 这么偏僻也不知道女儿能不能找到自己 不过很快凤九就释然了 闪闪自小聪会过人 洪荒该是他的天地 他回身时 紫衣引发的东华正站在一棵坠满了 冰花的树下看住他 角色容颜 一身孤傲 华贵天成 他几十万年后 朝思暮想的洪荒神奇此时正少年 凤九撒欢地跑了过去 纵身扑向他 东华依靠在树下看住跑过来的小狐狸 觉得他是一只活泼 爱撒娇还很会猜测人心的小狐狸 不知道他之前的主人是谁 不过是谁都没关系 反正他救了他就没想再把他还回去 他现在是自己的 念几次 东华没有躲开扑过来的小狐狸 他伸出手接住他把他举向头顶 小狐狸红艳的皮毛比最绚丽的尘虾还美 他似是挺开心 瞇住眼看他 东华觉得他要是不采取行动 下一刻他又会过来亲他 碎把他抱在怀里 盯住他说 小狐狸你的确挺逃我喜欢 不过你不能随便亲我 凤九想 不能随便亲那就是不随便的时候可以亲 心里高兴 用小爪子扒开他的手 在他的手心上写道 你的小白 东华眼尾挂了一丝笑意 撤 你讹人的本事也挺厉害 他把他放到地上 又道 记这样 带你回家去看看 凤九心想那该是去碧海苍鸣 可他才不想自己走 他像小儿子一样抱住东华的腿 麻利地爬了上去 青年鹅脚狠狠地跳了一下 他觉得这样子 如果叫那只白凤凰看到 他能取笑他一年 转念一想 不 他该嫉妒他一年 凤九在东华怀里十分兴奋 因为他和闪闪约好了 十日后在碧海苍鸣见面 如果闪闪在那 东华很快就知道自己真是他的夫人了 开心的吴傲叫喊 东华虽一脸嫌弃 却觉得小狐狸叫得格外动听 凤九离开南荒时 闪闪正站在南荒之西 妖族的地盘落霞山上 看住山脚拥挤破败的房屋愣神 他父亲真的是宠爱他娘亲 虽然一时一刻都舍不得离开他 却还是觉得他娘亲 也不过是个孩子他爱玩 他想来他就忍住分离之苦叫他过来了 祖敌神怕有意外先送他娘亲到南荒 又把他送入碧海苍林 他在碧海苍林没找到帝君和凤九 倒是和找东华打架的妖魔纠缠了几天 几天后被他收拾顺服的一帮人 非得缠住他拜老大 他一路找帝君和凤九到了南荒 这一路闪闪脾气有些暴躁 他娘亲虽是上神之身又戴住琉璃戒指 可他总感觉娘亲遇到了危险 直至昨日他那颗悬柱的心才莫名的安稳 他有感觉凤九应该是见到他父君了 损事 藏在雪坡后扛了一面破旗的小妖 看红衣的小魔头脸色好像没那么难看了 才忐忑地爬了出来 哆嗦住上前说 萧祖宗 你看这名字写得对不对 闪闪收回目光 看向小妖手里的旗子 迎风招展了一面白旗上几个歪扭的大字 萧祖宗摆闪闪闪瞟了一眼 小妖觉得妖族混不出名堂 也是有道理的 闪闪觉得这样找帝君和少婉不太好找 想助扯面旗子把动静搞大 依照少婉姑姑的脾气 听说八荒还敢有人跟他叫板 那他自己就打上来了 可这些傻妖给他竖了一面白旗 闪闪随手一斗洒出 万缕红光把旗子的颜色变成鲜艳的大红色 苍茫的雪风之上 他一袭红衣手指一面红旗银风招展 山脚下的小妖们见老大一服天地 知大唯我独尊的气势又一段乱败 寸事 风过长空驱散流云 一只矜持的大鸟俯身冲了下癌 转瞬 名墨落地 他手里领主与和一些野果子孝主走了过来 看闪闪携椅在旗子边笑道 这是要镇山为王 闪闪拔剑出鞘 剑指苍山 霸气地道 我要四海八荒接归我脚下 小妖没看见闪闪玩耳一笑 就往跑下山对众妖喊 老大要做天地之主 快帮他找对手叫他打 风里送来众妖魔的喧嚣之声 他们商议住 天族的莫渊 魔族的沁江 鬼族的幽月梨 大魔头少晚 碧海的灯华 名墨翻动住手里的鱼道 他们倒是会给你找仇家 都是鼎厉害的人物 不知你先遇到哪一个 闪闪接过烤好的鱼肉 大 谁先来就打谁 反正有你收拾烂摊子 名墨灿烂一笑 那你打就是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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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呎 打赞 打赞 ris 打赞 打赞